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会用心脏缺的形容词去形容 但我们有心血虚这个词 因为心藏神 心主神明 如果心血不足或心血虚的时候 心神就不能得到鱼羊 会出现心跪 即你坐定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到 或者一吓你的时候跳得很厉害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种情况也有类似心脏病 所以心脏病在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会思考究竟是邪实还是静虚 邪实包括了瘀血 痰灼 阻塞了墨浪 另一方面就是静虚 可能是心血不足 心气不足 心阳不足 心阴不足 心阴不足 如果在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吃一些具有一个保抑心血的食物 比如说可以吃一些龙眼肉 或者吃一些红组等等 或者有一些伏神等等 这些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去养心等等的食物 就这样放入口吃还是需要煲 当然你可以煲汤 比如说你可以用伏神 刚才说的那几种食材去煲汤 或者其实在食疗上 诸心都是一个是帮我们养心 入心经 定经安神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 因为香港始终我好像比较少见人 诸心去煲汤 或者诸心去食用 但是在其他地方 譬如我以前读书的地方 都会有吃过这一类的食疗 有诸心汤等等的 主要来说就是可以帮我们养心 接着一位Pat Wong 很多姓王 Pat Wong 请问煲雪梨无花果南不幸茶 可以抹无肉的 可以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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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喝的 其实我们看上一集 其实也有说到就是抽醋 都是属于干醋的情况 我看上以上的几种食材 雪梨无花果南不幸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润肺作用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 都可以 但如果真的不喜欢用肉的话 其实用这个去煲汤 或者去煲水 或者可以加个苹果 或者加些雪耳 下去 其实会有个汤水都挺好味的 甜甜的 即是就变成是很适合这个季节 是的秋天 秋天比较干醋的人士 如果你的体质是濕重的 你没有口干泄醋 或者本身来说 你是谈多濕重的人士 那你就不适合喝这个 但如果你本身比较干 喉咙常常干痕痕 或者烟酒过多 都可以饮用的 下一位就是 这位你的粉丝 姓郑的叫丹瑞 是 因为刚刚提到这个雪梨 是 南不幸 无花果 我记得我有朋友说 他觉得我有时 常常都很硬 喉咙 他就提议我 你整个雪梨 炖了它 入面加些蜜糖 炖到它 很淋 然后就慢慢炖过来吃 行不行 其实看回人的体质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 如果你的人 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 阴虚 或者是很干那种 其实吃这个是真的有帮助的 但如果你喉咙干是其他因素引起的话 可能是因为感冒 或者是吃了一些热气 有实邪的话 其实未必太适合 因为如果我们看中医角度来说 因为外感实邪引起的一些烟喉干燥的话 吃一些太滋阴的东西 会令到邪气就修炼在身体内 我们就叫闭门楼扣 扣的意思就是一些贼 我们要打走它 要打开它 要发散出去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你是在外感的阶段 你吃一些很滋阴很滋理的东西 就会关闭门 留了插在那裡 那便打不走 这些令到我问到很多 不好意思 因为我突然加插很多我的问题 譬如有人说 你感冒 你不要吃喝鸡汤 是不是 还是鸡 不要吃鸡 其实要看情况 看情况 因为感冒在中医角度 分两大类 我们叫风寒风热感冒 如果鸡汤来说 本身比较温饱 我们去风热感冒的时候 你已经喉咙痛 发烧 可能口很干燥 属于热症的话 其实真的不要喝 但是在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你在感冒阶段 吃东西应该都要清淡 鸡汤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滋暴 所以其实都不太适合 最好就是吃一些 我们在中医角度来说 就是吃一些粥 白饭 或者是青菜 瘦肉 少少肉类 让人的脾胃 不要那么多东西被他消化 自然可以把那些邪气驱走 OK 这是我多口的问 实在是一直听过很多 我老婆常常说 我感冒就不让我喝鸡汤 少了反面 这个问题很长 这一位 他说我自己有肩颈痛 右边较为痛 已经痛了十几年以上 西医说颈退化 有很多时候颈痛而令到头痛 也看过很多医生 自己也是手、脚冻冷 气血不好 所以令到身体气力不够 每天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个人感觉比较累 虚弱 睡觉也不好 想请问有没有可以舒缓颈痛 其实他刚刚说的 这些四点五点 个人感觉 关不关颈痛事 其实是不是两三件事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情况 很简单地去分析 其实颈退化 香港很多人都有 就算不是年纪大的人 年轻子女都会有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用手机多了 用电脑多了 我们长期是会肩颈露旋 肌肉太紧 就会有机会令到头颈拉直了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 一些姿势不正确 或者风寒的入侵 可能吹冷气 风口位时对着头颈来吹 长期令到血管收缩 肌肉有到筋乱 就会导致脚很僵硬 亦都会改变了脚的结构 所以就会容易出现 一些肩颈退化的问题 另外就看回他的症状 就是手脚怕冷 气血不好 经常觉得自己气力不够 其实就很符合 我们之前所提到 一种我们叫阳气不足的情况 因为阳气就是身体内 一个温馊的能量 这个小太阳 这个温馊的能量 如果你是不够电 不够热力 那人很多东西就会收买 就是大家冬天都不出去 躲在外面 躲在屁肚子 就是因为要保存能量 在阳气 所以你的气血 很多时候集中在你身体驱赶 你的心肝脾肺肾 去维持你的生命 维持你的运作 所以你的四肢就不够力了 要改善它 首先第一样 就是可能要根据体质 去看看你是否真的阳虚 你阳虚气虚 当然不可以很简单 在这几段字里就诊断 都要慢慢设 要把脈 看看蝕像 再问清楚其他资料 然后再知道了解 它如果真的阳虚 我们就会用一些 可能是保阳 和益气的方法 和它将身体的阳气激发出来 激发完之后 还要用一些药去通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些情况 一方面 我单凭文字去分析 一方面要和它保抑 另一方面要温通 温通它经浪 才可以将阳气 输捕到頸、手指、四肢的地方 另外在中医角度来说 刚才就是说 如何在食药、中药里去调整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用针灸 因为针灸有疏通经络 行气活血的作用 以及用中医的方法 去和它按下月位 推拿 或者和它 我们叫伏位 和它将小关节 敏乱的地方 和它调整 都会有帮助 但是我又斗胆 即是浅穴说一句 这些手动、脚动 因为我以前是手动、脚动 我做了运动之后 常常隔天踢球 做运动 经过教练的指点 我又发觉 手脚不像以前 常常都手动、脚动 运动是否有帮助 运动绝对有帮助 因为运动 在中医角度 就是激发氧气 大家做完运动之后 会发觉 身层代謝高了 出汗 或者感觉到暖和热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所以不妨做运动 但是要提一提 就是运动方面 都要请教专业教练 因为始终 颈退化和身体比较虚弱 就不要乱乱自己做运动 否则可能有机会不小心弄傷 最好先请教主要人士 我请教专业教练 我现在请教了 我现在请教了你很多 我又帮我的观众 就问了很多 他们看完徐博士那几条片之后 就有很多的问题 有问题不是 是你有问题 是因为他们很有兴趣 去知多些 谢谢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两集 我们又会继续跟徐博士谈 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 关于健康的问题 即是传给我们 我会尽量 我不能够回答你 但我们会尽量收集问题 因为人们很忙 我才一次过请他们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吗 记住了 有问题 那当然要找我 我帮你找他 是吧 你都要订阅我的健康蛋 我才可以帮到你的 是吧 订阅我的健康蛋 记得分享出去 按钟仔 OK 谢谢徐博士 请不吝点赞